从地方信仰拓展到社区发展 也希望能够提升偏乡的能见度 此次在内门沟平社区艺术下乡的创举 是诸多姻缘来共同成就 由高雄市美术协会理事长龚天发 与红牌油漆董事长结事后 企业提供原料 美术协会这里则邀请会内20位艺术家 带着亲友共同来完成20个和内门沟平相关的景物主题 与一般涂鸦墙不同之处 是凡走过看过对内门和沟平社区的地方特色 就有了初步认识与概念 高雄内门沟平设计这个柴卫活动 是一个跨连域的一个结合 就是由爱新企业来负责全部的经费 然后由我们高雄市美术协会 我们推荐20位艺术家 然后我们20位艺术家 每一个艺术家 然后一个艺术家带领他们这个团队来 将勾品设计 我们有大概整理大概20个主题 这20个主题里面包括他们的信仰中心庙宇 还有他们的学校 还有他们的礼活动中心 还有他们的风景区 高雄市美术协会 这边有做两个收编 我们也做过两次收编会 把这个整理 让艺术家大概有个概念 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这个250米的一个水泥墙 把它彩绘出来 跟一般的水泥墙是不一样的 希望说这个水泥墙 它能够演变成一个故事墙 就是勾品设计的故事墙 你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你在那个水泥墙 这个沿着步道这样走的话 你可以了解整个勾品社区的故事 它的烘土人情 以墙壁当作画纸 对艺术家来说是不同的尝试 同时也让企业有机会回馈社会 美化社区后 间接也能带动观光 而社区内的国小学生 也能够来此做课外教学 可谓一举数得 这样的推展模式 不只在勾品社区 只要规划得当 可以运用在任何地方 让企业 艺术和民间 做一个巧妙的结合 法界新闻吴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